说起越南,可能很多人到过越南旅游 越南旅游业发达,很多人都喜欢到越南游玩 越南的美女不少,很多男友客到越南旅游 都会被当地美女所吸引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越南街头的理发店,有不少男友客在里面理发 据说,里面有当地的特色服务,而且物超所值 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 虽然理发店是一个比较坑的地方 但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理发店 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实惠的 大概30块钱就能解决 一些小城镇的话,那就更便宜了 而在越南,即使你随便走进一个很普通的理发店 剪个头发也要100块钱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很多男友客排着长龙大队等着剪头 为什么价格如此贵,客人依旧络绎不绝呢 去过的人基本都懂 其实这些人主要是冲着越南的特色服务来的 如果你能花钱买来高质量的服务 那么绝对是物超所值 而越南的理发店就是这么的一个地方 虽然剪个发可能要花100块钱 但是人家所提供的服务非常到位 在国内,理发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剪个头发 而在越南理发店,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在理发的过程中,你可以享受全程一对一的特色服务 理发店的工作人员除了会为你洗头理发 还会为你刮胡子,修眉毛 还可以享受修指甲,掏耳朵,洗脚,全套按摩服务等 这些只要你想体验,理发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可以为你服务的 而且不再加收任何费用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价格不贵 而在国内,除了理发外 你要想享受其他的服务的话 就要去不同地方 按摩需要去按摩店 涛耳朵需要去专门的采耳店 修指甲可能要去澡堂或者是美甲店 需要跑不同的地方花不同的钱 最终整体的费用绝对超过了100块钱 而且非常浪费时间 但是,在越南,只需要百元左右 你就可以享受到全套的服务 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长得也很漂亮 但也不是虚有其表 反而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他们的业务极为出众 每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可以让客人享受到最极致的服务 对待客人的态度也非常好 让客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满心欢喜 而在服务的过程中 还会问你这样舒不舒服呀 这样难不难受呀 说话声音软软诺诺的 低声息语的 恐怕经了我们这些尊贵的客人 让人感受到了皇帝般的至尊体验 现在,越南已经成为了继泰国之后的 最热网红旅游地之一 不少前往越南旅游的游客 也知道当地的这一特色服务 于是都会在游玩疲惫之后 花一些钱去理发店好好的享受放松一下 感受一下被服饰的感觉 这也导致当地理发店之间的竞争越发的激烈 为了能够在同领域中脱额而出 各大理发店也是各出其招 有的理发店就为前来享受的客人提供免费的小零食和饮料等 而且照顾的也非常周到 永远是面带笑容 而最终得意者自然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一百元一次 这么多男游客排队体验 难道越南所有的理发店真的一点猫腻都没有吗 这当然不是 其实很多越南理发店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因为在越南各种按摩店 咖啡厅 歌舞厅 理发店 或许在白天看起来跟正常营业的店铺没有差别 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 在这些场所给小费可以获得一个女伴 再多给一点钱 就会有一个姑娘跟自己回家 在越南当地小姐被称为叶蝴蝶 当然不足百元只是一个噱头 叶蝴蝶一旦出手 游客所失去的远不止金钱那么简单 这些蝴蝶有时会顺手带走游客的钱包和手机 甚至会铭抢 而这些声色长所的经营 往往受到黑帮的保护 越南政府根本无法完全遏制 目前 越南的叶蝴蝶人数估计在20万人左右 虽然不及越战时期 但在风俗业发达的东南亚国家中 也能够畏惧前列了 这还是在越南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今 外国和本地的循环客 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城市 都能找到消遣的地方 而胡志明市 作为越南数一数二的城市 风俗业更是极具代表性 胡志明市最受欢迎的场所 是浑雪酒吧 这里的叶蝴蝶 是当年外国人 与当地女性的浑雪后裔 她们有着西方人的火辣身材 又带有东方人独有的气质 非常迷人 让不少循环客趋之若鹜 而其他具有针对性的酒吧 叶蝴蝶的特点不一样 像面向本地顾客的酒吧 里面的叶蝴蝶大多热衷于整容 穿着打扮非常时髦 而接待欧美顾客的酒吧 皮肤幽黑 身材娇小的越南本地姑娘 最受欢迎 越南叶蝴蝶服务费用不等 酒吧等场所工作的叶蝴蝶 服务一次收费50美元 而街头叶蝴蝶的价格 相对来说更低 低廉的价格 吸引了全世界各地 想循环的男人 当然也并非所有男人 都是为了一己私欲来到越南的 比如更多的西方人来到这里 想遇见一场浪漫的邂逅 1885年 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此后 法国统治越南数十年 这中间 法式浪漫熏陶了多数越南人 延续至今 尽管越南始终落后 可还是有几分浪漫 留在这个东南亚小国的骨子里 西方人迷恋这份浪漫 迷恋到这里寻找一个姑娘 谈一场风华雪月 然而不论是东方人的一己私欲 还是西方人的浪漫邂逅 与越南而言都是一场交易 虽然越南法律是明确规定 不得进行风俗交易的 然而法律只能保障越南人民的基本权益 却不能保证每个越南人 都有一份体面 并且能满足温饱的工作 生活在胡志明市的底层务工人员 迫于生计 根本无法对抗命运 夜晚的街道本应该有暖黄的光 然而在胡志明市 伴随夜晚灯光亮起来的 是街道旁越南姑娘被迫营业的笑脸 这些姑娘就是越南经济发展之后的直观表现 哪怕到时至今日 越南的大部分农村还没有通电 也没有公路 房屋建筑依旧是就地取材 越南的耕地面积有限 使得每户家庭分道的耕地并不多 越南农民辛苦务农一年 收入也只有6000元到7000元 况且农民都是看天吃饭 如果碰上哪年收成不好 收入甚至更少 面对如此低的收入 很多越南女孩被迫成为了风俗场所中的一员 通过给外国游客提供低廉的服务来养家糊口 越南经济发展如果不能改变越南贫苦人民的生活 那么这种现象将持续下去 越来越多的女孩会被远嫁 胡志明市夜晚的灯火通明中 也会一直有夜蝴蝶的身影 越南沦为男人的循环天堂 是经济发展之后状态下的大势所趋 就拿读者前面所说的按摩店 在越南的发廊店 从事按摩服务的 很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 长相清纯 十分有韵味 前些年的时候 按摩业最为火爆 很多来越南旅游的男友客 都会特地去尝试一番 但是后来 由于该项服务越来越不正规 渐渐的都被整改了 现在去越南发廊店 找按摩的话 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妈来服务 不少男游客一见到这些大妈 就立马没有了进行下去的欲望了 然而 这些按摩师虽然年龄比较大 但是经验丰富 手法老到 比年轻小姐姐的技术更加好 只是很多游客 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关 或许对于越南来说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单纯依靠政策的打击是不够的 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当地的支柱产业 让越国人民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 或许才是越南更快改变社会面貌的重要途径 不过 如果你们去越南旅游 会去越南的理发店 找叶蝴蝶享受一下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